现代人喜欢抱怨 或许是不了解自己有多幸福 事实上遇到挫折和失败 如果用另一种角度来看待 就会发现今天的困境 是为了成就明天的成功 这样的心境 如果对照上一辈的老人家 就可以发现 即便他们走过艰苦岁月 却还是能够知足惜福 这样的精神更值得我们学习 像接下来的画面当中 这位80岁的客家阿嬷 邻居妹 她在艰苦年代 却有着任性的精神 热天之命 到现在制作传统美食 依旧是跪着做 就是要对天地的敬意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这位老人家的生活智慧 田间小镜中 能看见怎样的人生风景 能说断现在孩子 不能理解却真实存在的故事呢 以前有牵手吗 没有以前都没有发的盆花 以前发的盆花 小时候要读书很难 没有啊 没有像你们好好出生那么好 我小媳妇40天这么一天留家来 哪有书好多 5岁6岁就要带小孩子要扫地 出生40天就变成别人家的媳妇 留下这张照片前 和当时的小丈夫形同没落 没有讲过话 结婚之前都没讲过话 没有 同样习往往是因为家里穷 不得已只好送小孩 或爱小孩的年代 收草啊收草啊你听不懂 收草哦 天女收草我也做过啊 那你说收草 那你说 收草我也做过 走过任命的年代 却有着任性的精神 宁愿自己穷 也不哭孩子 我们没有哭书那么可怜啊 小孩子要哭书要不给他哭啊 女孩子又手不得卖啊 像我们小小的云脉这边 那么做你的小媳妇那么可怜啊 有能力取投养习 却也当过小童工 九岁十岁的时候 就在台北的米粉工厂做 八十岁的老人家五体投地 展现对食物的敬意 起英语听妈妈的话 就是母亲 像我在家里的那种 我母亲称之辈 现在在家里的饱饿 他戳的过程 他最主要是要给他吃 对他 任性和凝聚力 可以从饮食文化领略 而吃苦耐劳的性格 更是时代造就 我们在小时候呢 有一段姻缘呢 是比较客气一点 就是说将这个竹子 或者说树枝 把它绑成一小把 很整齐 然后挑去卖 然后卖的钱 就给哥哥去读书 我排第十 一大捆 也是圆圆的 我们算金 那个时候一金 他会两毛钱 至于几乎走入历史的 托卡厨 也有以简欲凡的 建筑智慧 这个泥土 我来说用米网 打 你要倒手 要多 冬天就得很 夏天就很凉爽 太阳的光线 跑不进去 这样的 很弱 那个很弱 从土屋变砖房 热气散不掉 再变水泥丛林 冷气省不了 所以原始和仙境 或许就像起点与终点 拉长时间轴才发现 原来是同一点 也因此 无论时代如何变 不忘本这一点 不能变 潮难 连祖宗台就 飞着地 跑 不忘本 去到那里就篮子吊起来 最终的会比起来 我觉得 加薪 邦斗康 就这样传下来的 对 这样的 那您是第一代 不是家室会 家室会 长辈们很感叹 现代人动不动就算命改名 破风流行音乐 却忘了更有味道的 客家音乐 以前没文字 靠山歌说故事 现代子孙 没人学二虎 真怕有一天 故事还没说完 历史印记 说短就短